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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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韩 你怎么了 刚才淋雨了吧 还好 怎么脸色不好 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 我刚才把脚扭了 脚扭了 陈锋照顾你的吧 陈锋人不错 你会不会喜欢他 乔玉同志 你不是在山上吗 那么自个儿先跑下来吧 小孩让我上山找你呢 他是下雨前就派你去找我的吗 我 我上山还有别的事 上车吧 不早了 怎么了 你前面靠边停车吧 小孩 你下去接电话 喂 方凯 怎么不接电话呀 在家呢 在回家的路上呢 你怎么了 刚才山上沙大雨了 你感冒了 没有 我没感冒 乔玉呢 乔玉在呀 他真的在 他 喂 方凯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我让他出来陪我一块散心 我跟小韩在一块的时候 还没你呢 他挺好的 我爸在新加坡 谢谢你惦记 我会带到的 隔着个大洋 绕着干个地球还看你那么紧 他累不累呀 他也不是总这样的 心里变态 别这么说他了 怎么了 他男人没跟男人样 床上那功夫又不行 在外边还挺 小韵 别再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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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 打住 我什么都没说打住什么呀 不帮助 不反对 不干涉 三不原则 一切行为后果自负 我什么也不问你 你什么也别问我 我的话说完了 此话题大致解锁 够狠 奇感奇感 我算知道了 为什么苏靖同志呢 总是抱怨老不太聪明 聪明得到体无完肤 我觉得算见识 佩服 我还不知道苏靖会跟你说这些 你说 这算好话识吗 要看怎么说了 有的男人呢 希望女人聪明 可是有的男人 希望女人不那么聪明 我才是女人的男人 是女人的男人 是女人的男人 不是女人的男人 又是女人的男人 就是女人的男人 我感到这些男人的男人 我感到老少年 是女人的男人 嫂子 你怎么才回来 路太远了 又下了雨 我今天可等你一天了 本来想让你陪我上街买衣服的 好不容易放两天假 现在又没了 我在护校可闷了 你要又得回学校去 我下个星期一定陪你去 对了 你们今天爬山几个人去的 好玩吗 说一说嘛 什么 好不好 你嫂子爬了一天山 这么累 又没吃东西 你拉上去没完没了 真是不懂事 小安呢 赶紧吃吧 方可不在家 爸就怕你整天闷在屋里 被我们这一老一小的给绊了 今后再有这样的事 放心去 别店你家里 嗯 那我先进屋了 我一会儿再吃 我吃了 买了吗 疼吗 有点 抹了点酒 我不行 山峰一吹 萧落肿就不会那么疼 别紧张 其实我在前面走 挺盼着你能 崴个脚啊 或者被 无毒的蛇给咬一口 受点小小的伤害的 干嘛 这样我好来救你啊 小的伤害 小的伤害 请在那边坐一上等候 办好了 我马上 去哪儿 你来干什么 借书 是不是要办卡 到那边等 好 办好了会叫你的 好 好了 好了 那 是不是得这本书啊 随你 随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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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可是你们的忠实读者 好 你不能不理我了 那看我等了你这么久的份上 给个面子 邀请你去我的录音棚看 就一会儿 你真的在看那本书吗 挺好看的 讲什么 爱情呗 讲一个男的爱上一个女的 后来这个女的 又不理这个男的 后来呢 后来 后来这个男的一气之下 反正他也没什么辙 你还不太会编呢 没有啊 我在猜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希望他们俩以后能好 不好意思 往收拾 来 要不咱们 上楼上看看 那是录音棚 看 我自己想要不咱们 一会儿 我来不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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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闭上 其实我在前面走 挺盼着你能崴个脚啊 或者被无毒的蛇给咬一口 受点小小的伤什么的 干嘛 这样我好来救你啊 你在身上问我 会不会爱上你 我要走了 我已经爱上你了 快迅速待了 我对你不了解 我只知道 你是乔业的朋友 在图书馆工作 可是我相信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的感觉 我觉得你不快乐 我喜欢你快乐 别多众好吗 让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不会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就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 和你在一起 我也很开心 沈丰到图书馆来找我了 听着呢 他说 他喜欢我 他喜欢我 那你喜欢他吗 不 你跟他在一起开心吗 你跟我说实话 你们是不是已经有过了 乔业 你不想吗 我不能想 人好 你又开心 人家又不逼你怎么着 你还想怎么样 你就不能有点 普通女人的快乐 你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 反而苦了自己 我有丈夫 你那丈夫不行 你一定要结束 和芳凯 和陈锋 想笑我吧 你东西啊 你东西啊 谁丢东西了 喂 没人要 那你捡着了 算你运气 回家再看 这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 我们走走吧 我喜欢步行的街道 这条路我太熟了 我能闭着眼睛 从街头 走到街尾 这道你耳朵好 把眼睛闭上 不要闭着眼睛 先闭着眼睛 那我们准备开始 停 别害怕 成功 别害怕 我会把我所有听见都告诉你 小心 右后方 有五人在玩街球 加能相机 在走 别害怕 后面是鸽子 在飞 现在我看 别听 把眼睛闭上 把你的注意力 都放在玩意头上 现在撒水车过来 好 谁擦在地上 好 我们要开始光顾了 不信 我去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能 为什么 我害怕 我怕我会离不开你 我已经离不开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韩 你还好吗 我很想你 对了 昨天晚上啊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咱们是两棵树 面对面 不说话 但特开心 特幸福 我以为啊 咱们就永远这样下去 不分开了 可渐渐地 你长了两条腿 然后从土里出来 倒落到身子就 就走了 我想追你 可是我动了不了 然后 我就使劲地喊你 可又喊不出声来 后来 后来就行了 是做梦 是做梦 小韩 我知道 其实我就是 特别地想你 对不起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们不该再来往了 本来 打算当面跟你说的 但一见到你 我就没办法开口 我会记住你 但不再联络 不再见面 因为我有家 有丈夫 嫂子 比着您这样的 给哥儿几个 一人来一个呀 来一个 你们当我是什么呀 没婆儿啊 还是人贩子呀 也是 像嫂子这么漂亮的 又不嫌弃我们 刑警的姑娘 哪找去 就是 谁说我不嫌呀 你看看你们 这一个个的 从早忙到晚 我跟你们队长 一礼拜都没见 你那不叫嫌 叫疼叫侠 我闹心的呀 就是没人 能这么嫌我 行行行行 嫂子 出队回来了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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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还是我老公吗 怎么晒得跟黑炭似的呀 嫌黑呀 回家捂一捂 我就白了 就平吧你们 活该你们找不着老婆 喂 你稍等 嫂子 电话 哎 来了 喂 她去图书馆找你 后来又给我打电话 正好苏静回来了 她们俩现在在一块呢 知道了 出道远门 还没沾家呢 就过来 教育我吧 知道就好 看什么呢 来 我明白 我们就想说 董小涵有家有市的 让我别陷入你们 是劝你 明白 你什么时候成读书人啊 爽不爽 喝酒 说真的 说真的 俩人到什么地步了 无法挽回的地步 你给我静静点啊 你看我这么认真过吗 你完了陈峰啊 发展太快了吧 发展太快了吧 不明白了 你说她又不想跟我好 为什么不早说呢 你俩有事是吧 这事没完 不是没完 是你不想完 是你不想完 也放不下董小涵 那照顾干什么呢 西安公司的吧 乔玉他爸手下公司的经理 老爷子眼里的红人 眼下正在加拿大 帅哥 陈峰啊 听我一句话啊 算了吧 我去吧 你出来 你出来 你说完了就完了 你一向怎么样 我惯心大我还没完呢 你是不是一直都这样 和人开始了发生了 然后趁那人活里糊涂 发个短信 完了散了 是吗 没有 我从来没有 陈峰 你在耍我 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想骗你 好几次话到嘴边了 你会怕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丈夫出国了 独守康房 很寂寞难耐 想找人玩玩是吗 是吗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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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离不开你 我离不开你 你不是跟我说过 你跟我在一起特别快乐 对 我 是 对不对 可是你有家有事 你为什么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 对不起 我别说对不起 对不起 你别说对不起 你告诉我 你亲口告诉我 你别想发个短信就完了 你说话 你亲口告诉我 你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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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 我结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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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阿冬老师 你给你免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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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赶明要是有了当自己的房子 我跟你说 我干这儿比现在还足呢 自己的房子 对 我跟你 嗯 那我不跟独守空房差不多吗 哎 哎 你跟陈锋见面 陈锋怎么说的 这小子啊 好像真对小韩上心了 我就奇怪了 你说这小韩已经结婚了 他怎么一点都不在乎呢 你说 陈锋是不是比方凯强 人家比得着吗 我正纳闷了 你怎么就那么烦方凯 这老爷子呢 就正好相反 什么方凯工作能力强啊 会处理事情啊 聪明啊 反正全都是优点 对了 他是不是你爸这么集团 最年轻的分公司总经理啊 是 是 你要依你爸这意思啊 当初应该把你嫁给方凯啊 苏靖 你说什么呢 我说不开玩笑呢 这种玩笑不爱听 反方凯 真生气 抱一下抱一下 哎别碰我你手脏 今天特好看 亲一个 老爷 亲一下 就不停 哎 爸 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不是说还有一个多星期的吗 哦 公司有点急事 叫我回来办 那也该来个电话 我们好去接您啊 是啊 是 公司有人有车 何必让你们跑呢 再说我也出差惯了 哦 今天苏靖倒是在家啊 哦 我也是刚从新疆回来 呃吃几天能歇一下 呃 吃几天能歇一下 哎呀 还早呢 你我的计划日程 还差好几项呢 爸爸也愿意在家呢 哎呦 你就放心吧我亲嫂子 这是爸让我陪你好好玩的 我要是回去早了啊 我还怕她是我对付呢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去那喝咖啡休息会儿 怎么样文化人 这两天没去看书啊 少闹开涮啊 谁那你开涮 我对你是不放心 我怕你管不住自己 到时候惹麻烦 我什么时候惹过这种麻烦 我是有原则的人 你能不想她了 哎大主 他们两口子 过得还好吗 看着还不错 就没什么特殊情况 你指什么特殊情况 女人的心咱总无不透 来喝酒 幸亏 幸亏及时打住 谢谢 要不然呢 你说挺潇洒一小伙 可自己憋得这么郁闷 不知道说不过去啊 发什么呆呢 邪了 小韩 这么巧 居然在这碰到吧 是啊 对了什么 这是苏大哥 乔宇姐的老公 我知道你是警察 这位是 方凯的妹妹 你好 对了 陈锋 你们认识吧 还记得吗 你好 妹妹 不是 小韩的小姑子 她丈夫的妹妹 真漂亮 一块坐吧 你试着别傻站着了 好 坐小孩 服务员 还在上学吗 是的 马上毕业了 学什么 学医的 学医的 嗯 那很好 还行吧 喝点水 好 先生你那两个东西起了 谢谢 来小孩 吃点薯条 谢谢 你跟我嫂子什么时候认识的 我们 也没多久了 认识 认识很偶然 每天一起去玩 嗯 好啊 好 对了 我的录音盘还不错 饭哪儿差不多了 要不咱把乔玉叫出来 一起吃了 好啊 妈妈 爸爸还在家呢 那咱们改天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电话和地址 有空来录音盘玩 嗯 谢谢 对了 你家的号码 输在这上面吧 有空我约你 好 好了 好 喂 你稍等我叫她 嫂子电话 是乔玉姐 快给卫生机没了 嫂子 快给卫生机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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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什么呀 说话啊 要那个 测试怀孕的那个 等会啊 十七块五 还没找钱呢 走进你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 离开你 就会远离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情愫 也许只曾经有过迷乱 才能够不幸留住 我们一样的真情表白 共同拥有悲心 我一样的叫更好 走进你 再一次面对无来 离开你 无穷无尽的期待 只为了说声我爱 尘封岁月 已经为我们打开 瞬间看到 绚丽的生命色彩 已化作一抹苍白 只要那激情还在 走近你 就会走进痛苦 离开你 就会远离幸福 离开了你 离开了你 就会远离幸福 苍茫是分爱的情 是走进了你 再一次面对无奈 我爱 我爱的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